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第435期 英国经典文学名著傲慢与偏见 第二卷第十二章 伊丽莎白思前想后 过了好久才睡着 一日早晨起来 满脑子纠结的还是昨晚那般心事 她尚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没法想别的 手头的伙计一点都做不下去 因此吃过早餐后不久 她决定到外面走走 透透气 她正静止朝自己最喜欢的那条小静走去 忽然想到达西先生 有时会上那阻读她 于是没有走进庄园 而是拐上了偏离收费大道的那条路 路的一侧是庄园的篱笆墙 她顺着这道篱笆往前走 不久就经过了一道冲往花园的门 她在那段路上来回走了三次 深受沉洁美景的吸引 终于忍不住在一道园门前停下 朝庄园里张望起来 她在肯特待了五个礼拜 在此期间 这儿的乡村景象已经大为变化 早发的树林一天 绿死一天 她正想继续散步 忽然在庄园边缘的树丛间 瞥见一位绅士 发现她走的也是这条路 她只怕那是达西先生 赶紧往了路边走回去 然而那人已经走到近处 而且看见了她 正急匆匆地朝这边赶来 边走边喊着她的名字 她已经转身了 尽管听见那人的喊声 知道她正是达西先生 却也只好走回到圆门边去 这时她也已经来到了门口 手上递过一封信 她下意识地接了 她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朗朗地说道 我已经在树丛里走了一阵 想着说不定能遇见你 可否请你赏个脸 读一读这封信 说完她微微拘了一躬 转身向树林走去 不久就看不见人了 伊丽莎白不指望 心里写了什么好话 但是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打开了它 发现信封里装着两张信纸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 不由更为诧异 就连信封上也写得满满当当 她一面沿着小镜往前走 一面读了起来 只见上面注明 这封信是早晨八点钟 在罗欣斯写的 内容如下 小姐 收到这封信 请不必紧张 不用担心 我在信里就是重提 又对你倾吐忠常 或是再度向起求婚 惹得你又像昨晚那样厌恶 我写这封信 完全无意伤害你 也不想自取其辱 虽说我一时还不能将心愿淡忘 不过 为了我们双方的幸福起见 还是别再提起为好 写下这封信 还要有劳你读 这份麻烦本来可以省却 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 还是我的性格释然 因此请务必原谅我如此冒昧 劳你费神 我明白你内心是不情愿的 但我仍请求你 处于公正起见 崭信一读 昨天晚上 你把两件性质不同 但程度相当的罪行 夹在我头上 头一件 是我不顾 宾利先生和令子之间 两情相悦 硬是把他们拆散 第二件 是我无视他人的种种权益 不够体面 不讲人情 剥夺了维克汉姆先生 本来近在眼前的财富 破坏了他的前程 我满不讲理 轻率地抛弃了少年时的玩伴 先父生前最看重的人 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人 他所能倚仗的 唯有我们的赞助 而且他从小到大 就指望着这份赞助 与这桩罪行相比 拆散一对相处不过几个星期的年轻男女 简直算不上什么了 接下来 我要对自己 在这两件事中 的行为和动机 加以陈述 希望你了解以后 不至于 再像左燕那样 对我横加指责 假如在解释过程中 我情不自禁地 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情绪 对你有所冒犯 我只能表示歉意 我是情非得已 再多做道歉 反而显得可笑 我抵达赫特福多近不久 就和别人一样 发现在当地的年轻姑娘当中 宾利最重义 令子 不过 直到内瑟菲尔德 举报舞会那晚 我才发觉 她是真的迷上了她 其实 我从前 也常看到她 坠入爱河 在舞会上 我有幸 与你跳舞 当时 威廉 卢卡斯爵士凑巧 告诉我说 宾利 情忠于令子 已经惹得大家都以为 他们好事将尽 这是我首次 获悉此事 她说得好像 这桩昏尺 已经十拿九稳 只不过日期 还没确定而已 从那时起 我就密切 注意我朋友的举动 由此确信 她对 班奈特小姐的情谊 远超以往 我也观察了令子 她的神情举止 显得开朗 愉快 自始至终 都很迷人 但看不出任何 对她特别 忠情的迹象 经过一整晚的 仔细观察 我认为 她尽管 欣然 接受了 她的殷勤 却 并没有对她 一往情深 在这一点上 要是你 没弄错的话 那一定 是我 搞错了 既然 你对令子 直直甚深 我想 错的一方 更可能在我 说若当真 于如此 假如 因为我判断错误 而叫她受了苦 那 也难怪 你会恨我 但 请恕我之言 令子的神情举止 如此 四平八稳 就算是 最敏锐的 旁观者 也可能 会认为 她性情温和 内心 却不容易 被打动 我当初 确实希望 她 无动于衷 不过 我敢说 就算 我有我的愿望 和顾虑 我的观察和结论 通常 也不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 她 无动于衷 并非出于 一己的心愿 我之所以 这样认为 是基于 不偏不倚的判断 也是基于 合情合理的 愿望 我反对这门婚事 还不仅仅 是犹豫昨晚 告诉你的 那些原因 我说过 换作是我 真要 情到农时 才能将这些 顾虑 刨出脑后 对于 门户高低 我朋友倒可能 不像我 这么介意 但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 叫人 厌弃 这门婚事的理由 这些理由 始终存在 而且 令我 和她 一样厌恶 但因为 我不会 马上面临 也就尽量 把这些理由 忘记 然而 在此 我有必要 挑明这些理由 简要说说 令唐的娘家 固然 不能令人满意 不过 比起她自己 和你的三个妹妹 那些不成体统的 己动来讲 却也选得 无足轻重了 令唐和令妹 他们的举止 是经常性的 几乎一贯的 不成体统 就连令尊 偶尔也难免如此 请原谅我 冒犯了你 我其实甚感不安 你本就 为至亲的缺点 但这心思 听到我 这么评价他们 自然会难过 但你和令子 谨言慎行 不但免去了 他人的非议 还广受赞美 人人 称赞你们 两位的见识 和性情 这也足可 让你安慰了 我再多说几句 见到大腕的情形 我对各方人等 都形成了 自己的看法 考虑了种种因素 我认为 这将是一桩 最为不幸的婚姻 并且拿定主意 要阻止朋友 缔解这门亲事 我相信你一定记得 第二天 他从内瑟菲尔德 动身去伦敦 当时是打算 不日返回的 现在我解释一下 我在这件事中 扮演的角色 他那两姊妹 也像我一样感到不安 我们很快就发现 彼此看法一致 觉得不能浪费时间 应该尽快把他们的兄弟 隔绝于事外 于是我们立刻决定动身 直接上伦敦 去与他会合 我们就这么走了 一到那儿 我就主动向他指出 这门亲事 会带了多少弊端 我细细给他分析 真心诚意地劝他 这份规劝 可能动摇了他的决心 拖延了他的计划 但我觉得 要不是我承受追击 断然指出令子 对他并无情意 他终究 还是不会放弃的 之前 他始终认为 哪怕他的情意 不及他那么深 至少 也是真心实意 与他两情相悦的 不过 秉丽这个人的性格 生来特别自欠 对我的判断 总是比对他自己的 还要信任 因此 要说服他 让他相信我自己 想错了 倒并不这么困难 当他信了 再进一步 劝服他 别回 和他福多郡去 也就费不了多少功夫了 我 并不为这事自责 全程 唯有一件事 我想起来 不能心安理得 那就是在 令子进城之后 我不择手段地 向他隐瞒了 这个消息 我自己是知道的 宾丽小姐也知道 但他哥哥 直到现在 还蒙在鼓里 其实 就算他俩见了面 也未必 会导致什么不良后果 只是在我看来 他的爱意 尚未彻底扑灭 一旦见了他 总有死灰复燃的危险 也许 我既要隐瞒不报 遮遮掩掩 是有失身份的 但我 已经这么办了 而且是出于一片好心 对这件事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 也不想再道歉 如果 我伤害了令子的感情 那是我的无心之事 至于 我这么做的理由 在你看来 自然不太充分 但我至今 也不认为 有何不妥 说到 另外 那件最严重的罪名 指控我破坏了 维卡哈姆先生的前程 我只有 把他和我家的关系 向你河畔拖出 才能加以驳斥 我不知道 他究竟 是如何控诉我的 不过 以下 我将要讲述的事实 真相 都能找到 绝对可信的证人 而且 还不止一个 维卡哈姆先生的父亲 是十分可敬的人 多年来 管理着 彭博里的全部地产 不负信任 尽职尽责 先父 自然愿意 帮衬他 乔治 维卡姆 是先父的教子 因而 先父对他 也是照应有加 先父 供他上学 后来 又资助他 进了剑桥大学 这也帮助对他 至关重要 因为他的生父 苦于有个 挥霍 成性的太太 始终是一穷二白 没有能力 供他接受 高等教育 这位年轻人 居受投足 一向风度翩翩 我父亲不但很喜欢 和他来往 还对他 极为器重 希望他能从事神志 并且打算 为他提供机会 至于我自己 则是在多年以前 就对他产生了 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 小心地 遮掩起种种恶习 不让最好的朋友 看出他无良的本性 然而 这却逃不过 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 年轻人的眼睛 毕竟 他 不设防时的 那般模样 我是有机会目睹的 而老达西先生 却不可能看见 说到这里 我又要让你难过了 难过到哪种程度 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但是 无论 威克汉姆先生 在你心目中 引起了什么样的感情 即便这感情的性质 令我疑心 也不能阻止我 揭开他的真实面目 我这么做 可以说 也有我的一番用心 我那德高望重的父亲 大约于五年前去世 他始终关怀着 威克汉姆先生 在遗嘱中 向我交代说 要根据他的职业情况 尽我所能地 给予提携 他嘱咐我 假如威克汉姆受了神职 那么 一有俸禄丰厚的牧师职位空出来 就尽快让他补上 他还留给威克汉姆 一千磅的财产 威克汉姆的父亲 此后不久 也去世了 过了不到半年 威克汉姆先生写信给我 告知说 他已决定不接受神职 想要我立刻另行支付他一笔钱 以替代他不能取得的牧师俸禄 希望我不要觉得这个要求不合理 他补充说 他有意学习法律 我也一定知道 靠着一千磅的利息收入 是远远不够维持学业的 我不相信他 但还是期望他说了真话 无论如何 我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 毕竟我很清楚 威克汉姆先生不适合做牧师 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他放弃申请神职的权利 即便将来有了接受神职的资格 也不再向我提请 作为补偿 我支付三千磅给他 到此为止 我和他之间看来就算了结了 我实在看不上他 也不愿意邀请他上蓬勃里去 在城里也不想和他来往 我想他主要住在城里 但所谓的学习法律 不过是个幌子 他现在彻底脱离管束 过上了游手好闲 放浪行骸的生活 大约有三年时间 我几乎没听到他的任何音讯 但是原定由他接管的 那个牧师去世之后 他又写信给我 请求把这个职位授予他 他说他的近况潦倒至极 对此我倒不难相信 他发现学习法律 太无力可图 现下只要我肯 举荐他担任神职 他已完全做好了 当牧师的准备 他相信我一定会举荐他的 因为他看准了我没有其他人 可以补缺 再说我一定没有忘记 先父的遗愿 我拒绝了这个要求 后来他一再提醒 我始终都是拒绝 你该不会因此责怪我吧 他的境遇每况愈下 对我的怨恨也越演越烈 毫无疑问 他在背后骂起我来 也像当面骂我一样 情凶极恶 经过这个时期 我们连表面上的交情 也了结了 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过活的 然而去年夏天 我又不得不留意起他来 为的还是一件 令人痛心的事 我现在要讲一件 连自己也不愿记起的事 要不是因为眼前的情形 这件事我对谁都不想提起 既然已经说到这里 我相信你一定会替我保守秘密的 舍妹比我年幼十来岁 由仙母的侄子 菲斯威廉少校和我一同监护 大概一年前 我们把他从学校接出来 在伦敦为他安排了一个住处 去年夏天 他跟着那的管家太太 一同上拉姆斯盖特去 威卡姆先生也跟着去了 无疑别有用心 原来他和杨哥太太早就认识 很不幸 我们错看了这位杨哥太太的人品 就这样 靠着她的默许和协助 她向乔治亚展开了求爱 乔治亚本来就心肠软 而且还铭记着他在儿时 对他有多好 竟然被他打动 自以为爱上了他 还同意跟他私奔 他当时年纪十五岁 只能说是年幼无知 我既讲明了他的轻率行径 也要高兴地补上一记 这件事还是他亲口告知我的 在他们计划私奔的日子前一两天 我突然到了他们那儿 于是乔治亚那把一切向我河畔拖出 因为他向来把我当成父亲一样看待 想到我会非常悲伤气愤 他实在忍耐不了 你可以想象 我当时是什么心情 又会怎样行事 为了保护妹妹的名誉和感情 我没有把这事情揭破 我给维克汉姆先生写了一封信 他立刻动身离开了 杨哥太太自然也马上给打发走了 维克汉姆先生的主要目标 无疑是舍妹的三千磅财产 我不禁想到 他很可能也想借此报复我一下 说实话 他的报复差一点就得逞了 小姐 以上就是我们之间 一应事情的实情 要是你不觉得我在说谎的话 希望从今以后 你不会再认为我对 维克汉姆先生太无情 我不知道他是引何种手段 说了什么样的假话 来欺骗你的 但他能得手也不奇怪 你此前对我们之间的事 一无所知 也无从查实 再说你的性格本来就不善猜疑 你也许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昨晚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其实我当时控制不好自己 拿不准什么可以讲 什么应该讲 为了证明我说的每件事的真实性 我可以特别请菲茨威廉上校作证 他和我既是近亲 又是至交 加之他还是先父的遗嘱执行人之一 自然了解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算你因为讨厌我 不愿意采信我的陈述 你总不会为了同样的原因 而不相信我的表哥 为了让你有时间询问他 我会设法找个机会 一早就把这封信交到你手上 我只想加上一句 愿上帝祝福你 Face William 达西 傲慢与偏见第二卷 第十三章 拿到达西先生的这封信 伊丽杂白只能猜想 信里也许会再一次提出求婚 此外绝对想不出 他还能写些什么 一等崭信读到里头的内容 可想而迟 他是多么急切地想读下去 他的心情又多么矛盾 他读着读着 简直搞不清楚自己 究竟是什么感觉 他自认为无需致歉 令他读来不由恶然 他坚信 他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但凡他有丝毫的廉耻 也不会这样欲盖弥彰 他抱着对他所说的 每句话的强烈成见 读到他是如何解释 在内瑟菲尔德郡发生的事情 他心急如焚 简直是胡伦吞噪 连眼前这句的意思也没看懂 就急着想知道下一句说了什么 他说他认为 他姐姐不爱兵力先生 这一看就是撒谎 他举出种种事实 说明他反对这种婚事的理由 真叫他怒不可遏 至于他说的到底有没有理由 他根本想都不愿意想 他表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毫无悔意 这倒在他意料之中 他的态度不但不知悔改 反而还不可一世 总之他这人实在是傲慢无理 然而当话题转到 威卡姆先生身上时 他的神志清醒了一些 心上所述如果属实 那他对威卡姆的好印象 就彻底反转了 令人心惊的是 这些事又和他自己所述的往事 有诸多相辅之处 这更叫他痛心疾首 五味杂陈 震惊 忧心 乃至恐怖之感 压倒了他 他真想彻底否认这一切 反反复复地大声说道 这一定是胡说 不可能 肯定是一派谎言 他急匆匆地读完了信 连最后一两页的内容 都没完全看明白 就赶紧把他收了起来 决意不做理会 再不去读他 他向前走去 心乱如麻 思绪翻滚 倒不管用 半分钟不到 他就又展开那封信 强压情绪 尽可能聚精会神地 把信上牵扯 贝卡哈姆的内容 重读了一遍 硬逼着自己去琢磨 每句话的意思 有关他和彭博里 这家人的关系 信上所写 和他的字数完全符合 有关去世的老达西先生的好意 虽说 他以前不知道 究竟好到什么地步 但也和他自己讲得一致 到此为止 双方的讲述 都能两先印证 但是读到有关遗嘱的事 分歧就大了 维卡姆是怎么说明 那份牧师俸禄的 他还记得很清楚 回想起来 不免感到这两人中 必有一个在说谎 他一时有些高兴 觉得自己到底没有想错 但是 当他一丝不苟地 把信 读了 又读 读到 威卡姆放弃 和牧师俸禄 有关的一切权益 读到他拿了三千磅 这么个可观的一大笔钱 种种细节 又令他 不由地动摇起来 他把信收好 尽量 不偏不倚地 把所有情信 斟酌了一遍 想分析他俩 说辞中的 种种可能性 但无济于事 双方 都是各执一词 他又把信读了一遍 每读一行字 都越发清晰地感到 他本以为 无论大西先生 如何信口慈黄 都改变不了 他在此事中 卑鄙无耻的行径 没有想到 内情会彻底扭转 如此看来 他竟变得 无可指责了 他直言不讳地 指责威克汉姆先生 娇奢淫欲 已经令他震惊不已 加之 他也拿不出 任何证据 反正 不由更觉嗨然 在他加入 某郡的民兵团以前 他从没听说过此人 而他 不过是在城里凑巧 遇到了一个 从前的泛泛之交 受到他的纵用 是 已入了五 除了他自己 那番说辞之外 赫特福敦俊的人 对他过去的经历 一无所知 至于 他真实的品格如何 就算 他 就算有本事去打听 也从来没起过 这种念头 他的英容羡貌 举手投足 让人一看就觉得 他必定是个谦谦君子 他努力回想 他表现出了 哪些良好品行 又没有政治善良的事迹 可借以反驳 达西先生的攻击 要是他秉格优秀 那么就算达西先生 说他多年来 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他觉得起码 还能弥补 但他想 不起任何这样的例子 他的模样 历历在目 真是风度翩翩 言谈喜人 可是 他不记得 他任何实质性的优点 有的只是 左邻 右舍里 对他的 一片赞美 以及 他靠社交手腕 在众人间 赢得的喜爱 他停下来 思量了好一阵子 才接着往下读 但是 天啊 接下来 就说到了 他对达西小姐的许谋 就在前两天早晨 菲斯威廉上校 刚跟他谈及此事 恰巧可以证明 信上所言不假 在信的末尾 达西先生还提出 他大可 向菲斯威廉上校 核实全部细节 他已经了解到 菲斯威廉上校 关照着表妹的 大小事宜 再说 他也没有理由 去怀疑他的人品 一开始 他几乎拿定主意 去问问他 但一想到 谈起来 会有多尴尬 还是把念头打消了 归根结底 达西先生 要不是吃定了表哥 一定会替他证实 也绝不可能提出这种建议 在菲斯威廉上家 威卡姆 头一次跟他消磨了 整个晚上 当时 对当时谈到的所有内容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的许多话 至今言犹在耳 此时此刻 他忽然惊觉 跟一个陌生人 聊这些事情 是多么不成体统 他奇怪自己过去 怎么没意识到这一点 他看得出来 他这样爱出风头 实在有点粗俗 再说他的言行 有前后矛盾 他记得 他曾夸口说 不怕见达西先生 说达西先生 要走就走 他可要坚守 在原地 然而 只隔了一个礼拜 他却 必不参加 内瑟菲尔德的舞会 他又想起来 在内瑟菲尔德 诸人动身 离开之前 他却把自己的经历 说给他一个人听 可是等他们一走 他的故事 就散不得 人尽皆知 他对他说 他敬爱达西先生的父亲 不愿意 揭露他儿子的罪行 实际上 却在彻头彻尾 肃无忌惮地 攻击达西先生的人品 凡事有关他的事情 如今 看来全变了个样子 他之所以 追求金小姐 纯粹是出于 卑鄙无耻 唯利是土的目的 金小姐的财产有限 也不能说明 他不贪心 反而表示 他见钱眼开 已经管不了 钱多钱少了 他对待他自己的行为 现在想来 也没安好心 要么是以为 他有一定财产 要么就是想 又使他爱上他 以此来免足虚荣心 他意识到自己当初 行事不谨慎 感情太过外露 一番私存 对他的好感 渐渐淡去 再说到达西先生 他记起针 早就向 宾利先生打听过 他当时就说 达西先生 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做出 现在他不得不承认 这可能是真的 虽说 他态度傲慢 惹人讨厌 但自从认识他以来 他从未发现 他有品行不端 待人不公之处 尤其是最近 他们交往多了 他对他的为人处事 更加了解 看不出 他有任何 有为伦常的行为 在他自己的社交圈子里 他受到尊敬和器重 就连维克汉姆也承认 他是个好兄长 而且还常常 听他亲热地 谈起他的内美 这说明 他还是有人之常情的 如果他的行径 真如维克汉姆 宣称的那样 那么如此恶行 也很难逃脱过 世人的耳目 再说一个人 做出这样的坏事 居然还能交到朋友 而且对方 还是宾利先生 这样的好人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他越想 越是羞愧难当 无论对达西 还是对文克汉姆 他感到自己 都是一样的盲目 而偏激 既充满偏见 又表现得荒唐可笑 我是多么可比的 他叫道 我还一直自负目光敏锐 还一直自诩 才知初衷 我常常看不出 姐姐那样的 大度和政治 只会徒劳无益地 胡乱猜疑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现在知道了真相 我多丢人呢 而且我丢人 丢得活该 就算是真的 坠入情网 我也不可能盲目到 如此可怕的地步 可我这么傻 不是因为恋爱 却是因为虚荣 这个人喜欢我 我就高兴 另一个人对我冷淡 我就受了冒犯 从最初认识他们开始 我对他们两个 就充满了偏见和无知 根本不讲情理 直到今天 我才算了解了自己 他从自己想到真 又从真向到兵力 一把他们串到一起 他立刻意识到 达西先生 对拆散他们俩的事 似乎解释得很不充分 于是 他又把信上的 这部分内容看了一遍 第二次细细读来 感受和第一次截然不同 既然他承认 他在一件事情上的陈述 是可信的 又怎么能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不相信他呢 他说自己 一点也没察觉到 他姐姐动了感情 他不由 记起瞎落他之前 也总是这么说 至于他对真的看法 他也不能否认 他觉得真的感情 虽然热烈 却很少表露出来 而且他的神情举止 总是那么安然自得 一点七情六欲 都看不出来 读到关于他家庭的部分 他那番指责 虽然尖锐 却也合情合理 叫他羞愧难当 他的责备 一针见血 根本无法否认 他特别地提到 内斯菲尔德舞会上的情景 致命 他之所以反对这门婚事 起初的由来就在一次 其实当时的情景 无论是他 就连他也一样难以释怀 他赞美他本人和他姐姐 读到这里 他并非舞动于衷 他心里舒服了一些 但并不感到安慰 毕竟家里其余人 都遭到了他的鄙视 虽然他们也是自作自受 一想到真的 情场失忆事实上 要归咎于骨饶至亲 想到家里人做事 如此不成体统 必定会伤害到 他们姊妹两个名声受损 他只觉得 前所未有的沮丧 他在那条路上 徘徊了两个小时 各种念头 想了个遍 又是从头思索往事 又是推测种种可能 事情突然发生了 这么重大的转变 他只想尽量让自己平复下来 他觉得累了 想到自己已经出来很久 于是终于打道回复 进步时 他只想表现得像平常一样 心情愉快 他拿定主意 强压情绪 否则肯定 没法好好 跟人聊天了 人家马上就告诉他 他出去这段时间 罗欣斯的两位先生 曾先后前来拜访 达西先生 只待了几分钟就告辞了 不过那个 菲茨威廉上校 和大家坐了骑马一小时 想等到他回来 差一点还打算跑出去找他 伊丽杂败只能假装惋惜 实际上 却在心头窃喜 菲茨威廉上校 已经不值一提了 他满脑子 想的只有那封信 阿姨